大家好,欢迎您观看智云教学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VBLS的六面校准教程视频 六面校准操作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使快转版的六个平面分别与水平平面垂直 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您可使用六面校准 一、初始化后稳定器启动水平角度仍有偏差 二、长时间未使用稳定器 三、使用环境温差过大 可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进入六面校准 离线六面校准 首先启动稳定器 长按POV键进入待机状态 点击菜单键 滚动波轮选择Calibration 点击右选择键进入选项 单击Yes开始 此时屏幕出现Step 1 第一步 将抚养轴对准桌面 横滚轴面向自己 相机镜头朝向前方 等待屏幕显示Step 2 第二步 将抚养轴朝向上方 横滚轴对准桌面 相机镜头朝向自己 等待屏幕显示Step 3 第三步 将抚养轴面向自己 横滚轴朝向上方 相机镜头向上 等待屏幕显示Step 4 等待屏幕显示Step 4 第四步 将抚养轴面向自己 横滚轴朝向上方 相机镜头向下 等待屏幕显示Step 5 第五步 将抚养轴面向自己 横滚轴朝向上方 相机镜头向右 等待屏幕显示Step 6 第六步 将抚养轴面向自己 横滚轴朝向上方 相机镜头向左 当稳定器屏幕提示 沟图按 则校准完成 按任意键退出校准菜单即可 通过APP进行六面校准 开启手机蓝牙和WiFi 手机打开 ZY Play应用 在菜单栏选择专业稳定器 选择与VBOS对应的产品页面 点击立即连接 选择连接对应蓝牙名称的稳定器 点击立即进入 即可进入拍摄界面 选择设置图标 再次选择六面校准功能 根据APP的提示 进行六面校准 具体六步骤 同离线校准方式相同 通过升级校准工具 ZYUN Gimbal Tools 进行六面校准 使用Type-C USB数据线 连接稳定器和电脑 打开ZYUN官网 进入VBOS产品页 点击下载 找到ZYUN校准升级工具并下载 找到下载后的软件并解压 接着运行ZYUN校准升级工具 ZYUN Gimbal Tools 点击工具上方 打开串口 点击工具下方 校准 根据图片提示 按步骤进行 具体六步骤 同离线校准方式相同 完成校准后 重启稳定器 即可正常使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